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马尼拉最高外交官表示他向中国对口官员保证这些武器只是暂时出现在菲律宾 其实就是东南亚的问题 王毅警告说美国导弹系的存在可能会破坏稳定 菲律宾外长表示他不同意这观点 他没有破坏稳定 说白了就是你是干扰 干与别过内政关你啥事 好 我们前后这个新闻来看看各地局势 实际上其实都在美国可以说在东南亚 实际上各种部署都没有停 虽然在外交口上彻彻皮实际上不伤大牙 说白了你不可能阻担了美国各种对中共的全方面的部署 我们听你随便一下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中共它表示什么戏剧性的震惊 这种话说出来 第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情报能力 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共国它对于这个导弹部署 它之前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预警和任何的这种准备的 所以突然是不是出来这个消息或者说有一些什么 就它的这一套系统都已经部署了 它才得到相关的这种情报 这个所以它才会表示出很戏剧性 什么叫戏剧性 就是前一秒可能还是正常发展的一个态势 突然有因为一个变数 是吧 你的这个剧情就发生了180度的这种陡然的转向 所以就这种戏剧性可以看出来 就是中共国它之前是对这种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所以它才会这样去表达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地区性它这个情报能力 或者说它的这个情报实力到底是有多重要呢 就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突然就想到对吧 当年那个朴槿惠的时候 他那个萨德还没有部署 就是刚刚要准备去商讨去购买这个萨德系统 然后去部署的时候 第一个它这个消息立马就透露出来了 然后当中的这一些一系列的这种博弈啊 然后这种新闻上面的这种报道 以及可能很多细节性的这种条款 中共你看第一时间它就知道了 所以它才有时间去进行各方面的什么舆论宣传也好 还是在国内就是发动各种群众来进行各方面的这种抗议啊之类的 然后以及对于韩国的各种企业进行这种制裁 这其实都是基于一个我觉得就是基于一个地域性的一个情报的问题 就是可以说当时中共国它对于韩国它部署这一套就是导弹系统 它的这个情报工作做的其实很足 而且它的这个情报能力可以说是很强 但是我们现在看呢 在这个菲律宾 你看就是美国基本上和菲律宾 它的这种军事的动作 或者是或者说它的这种军事部署 中共国它基本上都是一种就是后知后觉的这么一种情况 也就是美国它基本上和菲律宾当中就是签署了哪些协议 以及协议当中条款是怎么样去执行的 以及执行之后它的这个军事部署整体的这种情况 你究竟了解多少 我觉得就是中共国在这一块 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它的一个盲区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在美国在东南亚就是部署 军事部署这一块的话 中共国很有可能很多地方它是不知道的 也就如果说从这个深远意义来讲的话 美国对吧 它在不断的在巩固 或者说在拓展 它在这个东南亚这一地区的这个实力 从菲律宾它这一个基点慢慢的进行一些辐射 因为表面上对吧 你看中共国它做的基本上都是这种表面工作 比如说什么谁谁谁又来访问了 然后签署了什么协议 它这种东西都需要在这种什么 新闻联播上面各种都要去大肆宣传报道的 来去给墙内的那种民众一种就是东南亚 它完全掌握这种就是给人这种感觉 但是实际上它实质的这种内容呢 实质的这种内容 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它是在进行就是这种实质性的推进的 无论是你看现在这个菲律宾 它在不断的增强这种军事实力上面的 这种就是军事的这种部署 然后你看再到其他的 比如说缅甸 它是这种反政府军的这种力量 它在持续的这种支援 以及你看就是什么孟加拉这些地方 它的这种政府的这种颠覆 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无声无息的情况下 于无声处听惊雷 对吧 就已经把这个事情给办了 但是中共国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就是只有一些表面工作 就比如说什么泰国啊 这种什么政府又换届了 或者说就是越南这个地方 对吧 它的这个政局的这种动荡 其实它的这种表面工作 在西方人看起来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的明朗的 而且是不需要你去动任何脑筋 去搜集任何情报 或者说去进行一些详细的分析的 而对于美国这边来说 我觉得中共国它基本上就是战而合上 摸不着头脑的这种感觉 它对于地区的 美国这一方面的这种运作 第一个 它没有这种情报的信息获知 第二个 它对于这种战略 就是大体的这种概念 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有可能 美国它就是在这个东南亚的持续发力 就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这种高压态势 等到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所以就是这种慢慢蚕食中共国实力的这种方法 到最后可以 我觉得就中国它会意识到 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对吧 断手断脚 然后把它就是这种触角的斩断之后 它就只剩下自己孤家寡人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未来很有可能出现 鲁德 好 关于啊 最近这个乌克兰的局势 你分享一下 好吗 对 就是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就是结合你看美国它在印太的这一套 然后再包括在乌克兰的这一套 因为之前我们都想象中的战争是吧 都是那种什么火力压制 然后各种就是炮火的这种猛击 来对你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摧毁 但是我觉得就是美国它在这个中东上面 就是在善后上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现在让它就是在这种软实力的这种影响上面 它绝对是在战略上面进行了一个升级 因为你可以看到对吧 就是美国的这种反击 就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 你看它就是只是占领了少部分的这种土地 什么苏甲地区 库尔斯克州 或者说现在有消息说乌克兰已经渗透到别州了 就别尔格罗德州了 但是它不会去侵占太多的这种土地 因为一旦你侵占太多的这种土地 第一个你需要花时间去巩固的这种精力需要耗费很多 所以你不能说你就是一口吃成个胖子 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的话 美国它绝对就是吸取了一个教训 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稳固的这种根据地 这种就是就然后再去根据用它的这种软实力进行慢慢慢慢的辐射 这其实我觉得又回到了就是当年二战 就是开辟第二战场这种诺曼底登陆 就是它一它从一个据点对吧 慢慢慢慢的再往它的这个目标进行一个推进 但是它不是说用一种非常摧枯拉朽的方式来对你进行这种打击 反而就是在二战之后对吧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程度上面 或者说是有这么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美国它对于自己的这个军事实力 它就是有点盲目自信了 就是它觉得只要军事实力的这种碾压 它可以搞定一切 但是就是在这种二十一世纪过来的这种中东乱局上面 给它就是当头棒合 就是绝对就是战争 绝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光靠军事影响力 可以去 去就是 去获得全面的这种胜利 而你是需要通过这种软实力的这个多面的辐射 来对它这个整个社会或者说对它的这个呃就是各阶级的这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影响才能去真正达到你去嗯解放 你想要去就是呃就是呃就是目标的这些领地 不然的话 你其实只是一个表面上面的一个工作嘛对吧就是就是一个军事占领 然后就是呃各种武力上面的这种维稳 但是你其实呃其实呢你的这种软实力的输出或者说你让当地民众对于你这种呃自由主义的这种呃理解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美国之前的那些嗯他用军事实力影响的地方基本上全部都复辟了 嗯我们从最开始的这个越南呃呃他基本上也就是在一个呃民主的一个过渡阶段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民主程度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他很有可能也就是中共国对吧呃所谓的这个呃七八十年代的这一呃就是在这个就是怎么说 政治严峻的这种呃速杀之后的稍微一点点解禁的这种情况下而我们看到更恶劣的一些地方 比如就是美国之前用这种军事占领的方式或者说军事维稳的方式想要去达到他去嗯就是去在这个地区战略上面的这种目的基本上都已经失败 比如说这个阿富汗嗯你看这个美军一撤之后塔利班立立马就回到了就是嗯之前的那一套统治的方式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嗯伊拉克其实他的这种极端主义也是不断的抬头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对吧南斯拉夫这一块嗯最终这个塞尔维亚最终还是走向了嗯就是这一套这个民族主义 以及他这个地域上面的这一个啊集权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他在这一系列的这个呃怎么说呢就是地区战略上面的呃失败之后他应该是有了一些反思就是不能再用这种冒进的方式什么大干快上这个是吧这一套就是中共国才会去使用的因为他觉得就是占领了地盘就等于一切 但是现在呢现在我觉得就是美国他应该是非常非常敏锐的感觉到就是很有可能你这个地区是不是就是不需要很大 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影响力做足一旦你这个影响力做足之后就是相当于是嗯是一束光的这种感觉 他绝对有力量可以冲破整个黑暗的这种地区或者让嗯就是在这种黑暗地区的人民看到这种希望 所以嗯现在的这种打法嗯绝对就是嗯我觉得是美国他对于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地区战略的一个考量 就是不管他的这种战术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体的这种方案的确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要通过一个点来辐射到整个面 然后去影响到更多的这种地区来产生变化嗯从而去赢得他在这个地区上面战略上面的这种优势路德 好的谢谢斯蒂文先生啊精彩分享他们待会花个花花题再来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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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